Hello, 歡迎大家來到GaGaHome 今天我們來到Birmingham的Sutton Coveville 今天幫客人收了一層五房獨立屋 就是我身後的一層 這層樓是需要裝修的 我馬上帶大家進去參觀這層五房獨立屋 以及告訴大家我們業主會裝修什麼 好事不如馬上去 先拍外觀給大家看 這房子的外面是這樣的 是不是很像豪宅呢? 整個都是它的 右邊有一個Double Garage 超棒的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這房子是怎樣的 好, 開門進來這房子 它是有一個圓關位置 有一個圓關位置 整個都是木地板的 整個都是木地板的 進來後大家會看到 在我身後面有一個窗戶位 這個窗戶位可以用來掛衣服 放鞋子 即是一進門口 一進大門口 你就可以把你的大衣服 放在這邊 在我另外一邊 大門口的另外一邊 就還有一道門 這道門 它就是廁所位 上一手就加建了這個廁所 但廁所會整個 整個房子再來 因為現在做得很噁心 也比較舊 而且它的廁所的特色 它已經有一個沙滑 但是沙滑 沙滑的圓拱型很噁心 所以我們會開大一點的口 而且它在這裡的地下 它是有兩級樓梯 即是一級要上去 如果你老人家洗澡的話 你便會被擊倒 因為你樓下的沙滑 也是想讓老人家用的 所以我們也會幫它 整平它 讓老人家出入的話 所以它會較為方便一點 那麼出到這個位置 離開圓關 就進來這個大廳了 大家看到這個廳 是多麼遼闊 這個廳最少 是有350至400呎 L型的 超級大的 那麼廳這裡有兩道門 這個就是樓梯底的窗戶 窗戶位就沒有什麼特別 有盞燈在裡面 但其實也很闊的 你那些行李 不要那些垃圾東西 你也都會把東西放進去 烏衣板 吸塵機 什麼都會把東西放進去 另外 它的客廳的位置 其實全部都是牆紙 但是 業主就說 所有牆紙一概要撕 所以我們凡是看到牆紙 都是撕撕撕撕 然後再塗好油 製作帥仔 交給業主 好了 我們進來這裡 第二道門 裡面就是廚房的位置 廚房的位置 所以其實它是沒有什麼大東西要做的 因為都很漂亮 本身已經做得很漂亮 唯獨是有些小東西要搞的 譬如 地下 地下 它現在是木板 我們會把它鋪成瓷磚 就會比較耐用 而且始終廚房 香港人都是喜歡瓷磚的 然後爐頭這裡 這個抽氣扇 你看出去 很不幸地 它不是抽出去的 它是一個內循環的 抽氣扇 我們會鋪一個洞 可能有機會 要和它換個抽氣扇 讓那些電影 抽出去 始終你 香港人煮食 真的比較大油煙 對吧 但它本身也包很多 譬如它有兩個Double Oven 然後 也有一個Integrated 的Fridge 但這裏就沒有冷凍 我們可能會和它的Garage那邊 加一個冷凍 也要換燈 有兩盞燈 燒了 但整體來說 廚房是在very good condition 好 鏡頭一轉 離開廚房 就去到這個 Conservatory 的地方 那這個Conservatory 你不要看它 這裏其實也有差不多 200呎那麼大 那這裏 你都可以好好利用它 那我們就沒有什麼特別 要幫它做的 就是Conservatory 因為它本身 已經是只有四棟牆 加過木地板 那其實已經符合了業主要求 那在這個 簡約的角度來說 我們就沒有什麼大的東西要收拾的 可能有就有 那就算了 那好了 再下來呢 就去到Garage看看 你看看它的房子 是多少門口 就是好像迷宮一樣 那這裏就是它的Double Garage 那Double Garage 那Double Garage有道電閘的 那這裏還有一道門的 那你不要以為這裏是一間房仔 對呀 飛也 這裏 其實是可以就這樣通過你這裏 那這裏我們將會變成一個 業主的Utility Area 那會將這裏全部拆掉 就換過新的 那會放回洗衣缸衣機 那裏 那裏也有個晶盤 那裏就全部換新的 那業主可以有一個Utility Area 在這裏 那另外呢 我們這裏的電閘也很棒 一按 你看看 整個閘就可以打開了 那大家看到這個Garage 那麼闊落呢 老實說 你拍的盧斯萊斯 進來也有位 好了 那再下來 回到懸關位置 我們上二樓看看 那這裏呢 因為懸關位置 很窄 那所以呢 我們都會拆掉 就換一條 好符一點的 穩陣一點的 就讓它扶上來 OK 那我們上來 好厲害 這間房子 有五間房 那我們逐間和你們看看 那首先呢 過來這裏呢 有一間 兩間房 是不是 那 然後呢 三間房 然後 四間房 五間房 然後這邊那個呢 是廁所 那我們由這邊開始 這裡是最後一間房 那這間房呢 就有一套衣櫃的 衣櫃我們保持住的 那就不搞它 因為都很新的 看到 那個Status 都OK的 那另外呢 所有牆子拔光 地毯拆光 天花板和它 補過了 油翻好 然後呢 這個燈呢 因為呢 以前的人呢 就喜歡 把一盞燈 放在窗旁邊 因爲你外面 有人 看進來 你只是看到光 你就 不太看得清楚 人影 那這個有原因 但是呢 基本上我們現在 現代人都是喜歡 那盞燈 放在房間的中間 那所以呢 我們會把這盞燈 移去 房間的正中間 那這間房很大 可以放得到一張雙人床 一定 然後已經放了一套衣櫃 在那裡了 你想想 所以呢 這間房其實就 四四方方 很實用的 OK 那再來呢 看看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都放得到雙人床 不過他呢 就做了這個 這套呢 我就最不喜歡那種 那種呢 就是頭頂上面有衣櫃 那種 紮住頭 而且又不是做上頂的 那所以呢 業主也不喜歡 那所以業主呢 就把它切掉 這一段 再保留著右邊這一段 因為右邊這一段 都OK的 Status 用得不好了 那所以呢 這一段保留著它 反正他也做到了 但是這一段 就會跟他拆掉 補回一些油 翻新它 然後地板 換的了 因為都很舊了 地毯 那些場子 也會拆 天花板 也會跟他做平 你看到那些七油 全部都是凹凸凸凸的油 來的 燈也會幫他移到中間 那這個 這幾樣東西 基本上每間房都會做的 另外呢 還有一個入場衣櫃 那這個衣櫃呢 就都放了幾多東西的 你都放雜物那些 都蠻好洗的 那些門 那些我們都會跟他翻新的 你看到嗎 那些掉漆 我們都會跟他 重新翻新那些門的 OK 那看完兩間房了 那第三間房 第三間房 第三間房 你看它很有特色的 一間房都不同顏色 地毯又不同 一些用地板 一些用地毯 地毯又不同款 牆身又不同顏色 全部都是牆紙 那所以那些牆紙 我們都一定會撕掉 Again 剛才我講過會做的東西 這間房 都是會apply下去的 地毯 變回地板 燈會改位 牆紙會撕掉 那這間房 都 放得到一張單人床 雙人床就蠻了一點 那可以做書房 這裏其實不錯 對著花園 OK 那這裏就是 主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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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都 全部都 來過了 這裏的 熱水爐 我們會把它拆掉 就換回 是由下面 boiler出水 就不再是用 這個電熱水的 那地下 我們都會 跟它鋪回 做瓷磚 然後 這個位置 可能會 跟它 做個 小一點的鏡 然後 一邊 跟它做個層架 擺東西 另外浴缸 這些簾 我們全部都會拆掉 這套東西 全部拆掉 都會換過 那這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那個 bathroom 要整個櫃 這個位置 其實很不硬 因為會頂到 一走過 我的肩膀會頂到 而且你看 它有點動的 所以我們都會拆的 那整個廁所 都拆了全汁 好 來到第3間 sorry 第4間房 第4間房 它都是木板地 那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發現 地下中間有個洞 所以沒辦法 整個地板 我們都要剷掉它 再做過 另外那些 牆紙 都要換 油 又要再油過 天花也要再收過 然後這裏 有個櫃 那這個櫃會保留 比如把雜物 那些東西 另外這間房 零射射 有個窗 應該是因為這間房 曾經有個延伸 所以這裏本身 可能是一個外牆來的 那這隻窗 我們是會幫它 封住它 令到它的房 這間房 看上去比較像一間房 多些 就不要說有個窗 在這裏 看不見 這個窗 奇怪 屋裏面有個窗 好 那我們最後 就過來這裏看看 這個boiler 是這裏的 這個boiler house在這裏 那這裏 這個拉閘 你看 摔下摔下 我們會跟它換過去 我們會跟它換到門 另外 它這裏 進來 都有門 這裏門 我們也會跟它拆開 沒有那麼多門 一會兒走火警 走不出去 怎麼搞呢 那最後下來 看看它的主人房 那主人房 那主人房 是非常大的 en suite 而且 已經是 裝修好 了 除了還沒有鋪地板 之外 這個是前朝業主做的 不是我們做的 那很特別 它是差不多做完 就還欠地板 而且 en suite 也是還沒做的 但是其餘 那些長身 敏灰 油 油 其實已經做完了 DOWNLINE 這個房子的尺寸 是很棒的 這個房子 至少有250呎 超級好用 這個房子 另外還有一個on suite on suite 比較舊 我們當然會剷掉 基本上所有東西 都會幫它來 那麼 這個shawa tray 也會換過一個英俊 比較醜樣 這個 裡面那個電shawa 我們會保留電shawa 但是會換過一個英俊 的電shawa 對 這些我們都會幫它 它這間房子 看起來 就有點殘舊 始終都住了很久 但是它在Sutton Coveville 位置很理想 而且它有double garage 主人房 有on suite 每間房的size 都很好 可以說我現在身處的廳 面積又非常之大 還要有一個conservatory 非常之理想 大家可以看看它 它的花園位置 因為花園我們就沒有什麼 怎麼搞的 都是草 但是其實花園的size 都很理想 所以這間房子 overall是不錯的 經過我們幫它 裝修完之後 應該是可以成為一間很舒服的房子 我自己都很期待 這間房子的project 就是完成那個完成品 會怎麼樣 我們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我們會跟大家 再看看這間房子 開了工之後的進度如何 我們會做了什麼 然後師傅在進行什麼工程 我們會再跟大家更新 然後希望 在北九將來 可以給大家一個完成品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記得按一下小鈴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這集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